老婆,我想把咱那套三居室的房子给卖掉,现在能卖多少钱? 老公,你为什么想卖房子呢? 我们那套房子也用不着,闲着不也是闲着吗? 估计那套房子按照市场价能值150万吧? 上次我弟弟去看了一下,他相中我们家那套房子了,我妈让我和你商量一下,看看能不能便宜点卖给我弟弟。 你说什么,你弟弟要买这套房子啊,那就200万卖给他吧。 什么?200万?你这是什么意思?咱们自家人买,怎么比市场价还贵出那么多? 你还好意思问,上次他结婚借我们家的房子,后来就不想还了,要不是我起诉他,他还不肯还呢,现在我每当想起这件事就气不打一出来。 这事情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,你就不要再生气了,按照咱们小区的位置和户型以及面积大小,市场价估计就150万左右,上个月我同学也是在这个小区买的,一模一样的户型也是花了150万。 我不管别人卖多少钱,我家的房子我做主,就卖200万,少一分也不卖。 我也知道我弟弟结婚借我们家房子,他后来直接不还了,这是让你一直耿耿于怀,但是也不能因为这个事情,你就把房子卖得那么贵吧。 那别人卖150万,我们也要卖150万,一分钱都不能便宜。 老婆,我弟媳妇马上就要生了,生了孩子后,反正我们也得随礼是不是? 你也不用给我兜圈子,那房子少于150万就是不卖。 你怎么这么不尽人情呢?我弟媳妇生孩子,我们随礼也要随个十万二十万的吧,咱们把房子便宜卖给他,到时候就不用随礼了。 你以为你是开银行的吗?动不动随礼就随几十万? 反正我不管,我就想便宜卖给他,五十万卖给他得了,都是自家人。 你是不是有毛病了?你不要再说了,你去洗洗睡吧,梦里什么都有,我没时间在这里和你胡扯。 老婆,那套房子反正咱也不住了,也不是新房子,我们已经在那个房子里住了八年了,卖五十万不亏的,那可是我亲弟弟啊。 你能不能给我闭嘴,一提到怕我的头都大了,别烦我了好不好? 那我不管,我就是要便宜卖给他,你怎么说我都行? 既然这样,那我们就离婚吧,你就跟你的家人过去吧。 老婆,就这一套房子的适至于离婚嘛,再说了,咱又不是白送给他,只是便宜卖给他。 老婆,你就说这房子五十万你卖不卖吧? 不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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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再说一百遍也是不卖,现在是给多少钱我都不卖了,你就不要烦我了好不好? 不卖怎么能行呢?我弟弟已经看上那套房子了,我们全家人都相中了那套房子。 按照你这种逻辑,你们相中了我就要卖,你们相中的房子多了去了,你们全去买。 老婆,咱们就不要抬杠了好不好?看在亲情的份上能不能给他便宜一些? 你少给我提亲情,上次差点让你弟弟霸占了我们家的房子。 我弟弟他已经知道错了,你就不要和他再计较了好吗? 再说了,我们当哥哥嫂子的就应该帮助一下弟弟啊。 你是他的亲哥哥,我只是他的嫂子而已,买房子的事情是你父母应该考虑的事。 咱们都是一家人,总不能按照市场家卖给我弟弟吧? 那你告诉我,我现在为什么要卖房子呢?我们家又不缺钱,我不卖总可以吧? 不卖可不行,我弟弟好不容易相中这套房子了。 老婆,你就让我做一回主吧,就把那套房子五十万卖给我弟弟吧,就当送我个人钱好不好? 我不同意,你简直太坑人了。 其实,这时候小叔子一家已经住进了那套房子,老公先斩后奏想试探一下老婆的口风,可是没过几天老婆知道了这事。 老公,你到底怎么回事啊?你为什么不经我的允许让你弟弟一家住进我们家的房子? 老婆,其实我弟弟前几天已经搬进去了,我感觉五十万卖给我弟弟你会同意的,所以就先让他们搬进去了。 好啊,你真够可以的,你们可真是亲兄弟啊,你把你老婆置于何地啊? 老婆,无论怎么说,她也是我亲弟弟,总不能看着他们一家没有房子住吧? 难道你忘了她结婚的时候,我们借给她房子,她后来就不想还给我们了吗? 老婆,上一次的事情她已经知道错了,再说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,这次她肯定不会这样子了。 人常说吃一千长一智,你这么大人了怎么就不长记性呢? 你赶紧让他们搬走,要么就一百五十万一分不少地交给我。 老婆,现在我弟弟家里哪有那么多钱啊? 她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,他们刚搬进去几天,现在还高兴着呢,让他们搬走是不是太早兴了? 现在他们只能凑起来五十万,要不我们就卖给她吧? 你可真大方啊,价值一百五十万的房子,你五十万就卖给她,我是不会同意的,你赶紧让他们搬走。 好吧,那我跟我弟弟说一下吧。 哥哥联系了弟弟,转达了嫂子的意见, 没想到弟弟一听就着急上火了,找到嫂子里了。 嫂子,你可真行啊,我们一家才搬进来几天呢,你又要把我们赶出去。 你还好意思说,你是怎么搬进去住的,难道你忘了上次的事情吗? 以前是以前,现在是现在,这么说吧,我就是看上这套房子了,五十万你卖还是不卖? 五十万就想买我这套房子,你是不是在做梦啊,你要是想买就暗示厂价一百五十万,少一分我也不卖。 你说什么,一百五十万,你可真敢要啊,我现在只有五十万,你卖也得卖,不卖也得卖。 一听你这话就来气,现在你给我多少钱,我都不卖了,你赶紧给我搬出去。 我们一家人都已经住进来了,哪有那么容易让我们搬走,既然我给你五十万,你都不肯卖。 那我一分钱都不给你,我也照样住下去。 看来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了,你就不能长点记性了,你是不是还想被起诉一次? 你,你少来吓唬我,这是我哥让我搬进来住的。 这套房子是我和你哥结婚的时候,我娘家陪嫁给我的,和你哥和你家的任何人没有任何关系。 那我不管,我就要在这里住,我就是不搬走。 好吧,既然如此,那你就等着吧。 嫂子从未想到小叔子依然不知悔改,无奈之下又一次起诉了小叔子。 老婆,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,怎么又起诉了? 他既不肯给钱又不肯搬走,还态度恶劣,十分嚣张,起诉他我也是无奈之举。 我是说,你怎么连我也起诉了,你到底是怎么回事? 哦,你们兄弟俩同时收到法院传票了,那真是可喜可贺呀。 老婆,你撤诉好不好,我不想和你离婚,我会让我弟弟搬走的。 现在已经晚了,你们早干什么去了,你们想集体霸占我娘陪嫁给我的房产,和你这种人生活下去简直是一种折磨,我已经受够了。 老婆,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,你既然嫁给了我,你的房子就是我的房子,你家的房子就是我家的房子,我把我家的房子给我弟弟住,这有什么不对吗? 闭嘴,我不想听你多说一句话,到时候跟我的律师说吧。 你支持小美的做法吗?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吧。